聪明的家仆 现在我们要说的 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聪明的家仆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汉斯 有一次呀 主人家的一头母牛走失了 便叫汉斯去把他找回来 汉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然后他就出门去找主人的母牛去了 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可去找母牛的汉斯还没有回来 主人想 我有一个多么忠心的家仆呀 他干起事来总是费寝旺时 又等了很久 汉斯还是没有回来 主人担心他在外面出了什么事 便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找他 主人找啊找 找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看见汉斯 也没有看见自己的母牛 就在他快灰心的时候 终于看见了仆人汉斯 汉斯正在离家很远的一片空旷的田野上 来来回回地奔跑了 主人觉得非常的奇怪 便在家仆的后面追他 当主人追上汉斯的时候 已经累得满头大汉 他气喘吁吁地问道 嘿 我忠心的仆人 你已经找到了我那头走失的母牛 是不是呀 汉斯停下脚步回答道 哦 主人 我还没有找到呢 不过 我本来也没有去找他 那你在外面待了这么长的时间 都干了些什么 你现在这样跑来跑去的 又是在做什么呢 主人呀 请听我说 我现在正在找比母牛更好的东西呢 而且我非常高兴的是 我已经找到了 哦 找到什么了 主人看看空旷的四周 惊奇地问 三只化眉 聪明的汉斯用手指着天空说 主人 主人你看 这里有一只在空中飞着的化眉 另外一只 在那边的林子里叫 还有一只 我刚才正在追呢 你们说 这个家仆 是不是很特别的聪明呢 如果你是一位家仆 就一定要以汉斯为榜样 不用听主人的命令 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就好了 也可以凭自己的兴趣 去做你高兴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 你很快就能和聪明的汉斯 比一比 谁更聪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